小星几人来封肩家避暑 直接把封肩整崩溃了 在炎炎的烈日里 小星几人被热得不行 连阿呆的鼻涕也被蒸发了 封肩表示之前跟妈妈去清景则很凉快 那里是避暑圣地 因为海拔很高就算是到了夏天还是很凉快 此时小星提议赶紧去他们自己的避暑圣地 片刻之后 一群人就来到封肩家 大家吹着冷气瞬间满血复活 连阿呆的鼻涕也回来了 封肩则赶紧悄悄去把房间里的可爱屁藏起来 毕竟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被他们知道 本以为收拾完成了 没想到桌上还有一个日历 封肩过去收拾的时候 发现今天三点开始是可爱屁的暑假特技 这么重要的一天 小星他们居然来到家里 眼看还有两个小时 于是封肩决定要想办法让他们早点回去才行 妮妮提议今天该玩什么游戏好 封肩赶紧去寻找有什么容易打发他们的玩具 此时正男居然想要玩最花时间的拼图 你在说什么 当然不可以玩这么花时间的东西啊 这不是我认识的房间 随后封肩妈妈还给小朋友准备水果点心 眼看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 封肩立马催促他们赶紧回家 要不然家里人会担心的 然而现在才两点而已 小朋友们根本毫不在意 吃饱喝足后 小星突然想睡觉了 妈妈提议让封肩带小星去房间睡午觉 谢谢妈妈 不要随便跟我妈妈撒娇啦 然而李可爱匹特级开始只剩30分钟而已 风间灵机一动 干脆趁大家午睡的时候去看不就行了 于是赶紧为他们准备好毯子 调好空调的温度 最后还讲起故事来让他们更快入睡 可谓是一番煞费苦心 片刻间正男妮妮阿呆三人很快就进入梦中 然而一开始就犯困的小星却瞪着牛眼 风间疑惑地试探了一下 小星居然睁着眼睛睡着了 这才得以放心离去 结果小星突然一声屁响惊动了大家 为了避免功亏一篑 风间赶紧打开门窗透气 一番忙碌后刚好三点 风间正好赶上可爱匹播出 最重要的是今天节目最后会第一次播出可爱匹五部 风间一看更加上头了 那一定不能错过 然而此时肚子突然不争气 起初风间还想强忍着看完 最后还是受不了果断就放弃了 然而上完厕所出来后瞬间崩溃了 你怎么也没想到小星上厕所居然没有纸吗 然而她却心意很使用这个方法来擦屁屁 隔着屏幕看着都觉得痛 那么小星究竟干了什么好事呢 这天美牙给小星带回一卷动感超人厕纸 这把小星给开心坏了 不禁觉得自己的厕所生活变得更加多采多姿 原来这是美牙区药店买东西免费赠送的 接着便一把拿过来 刚好厕所的卫生纸也用完了 说着就要拿去卫生间 小星赶忙过去抢了回来 作为动感超人的钟爱粉 她可不允许动感超人被拿去擦屁屁 接着便赶紧冲出家门 随后小星来到外面 很好奇里面究竟是什么图案呢 于是撕开包装一看 每张纸都有着不同姿势的动感超人图案 小星直呼真是太帅了 可不料此时便一却涌上心头 小星赶紧卷起厕纸 然后狂奔去寻找厕所 很快她就捂着屁股来到公园 可里面却都没有厕纸了 小星只好转头飞奔离去 不一会儿又来到另一个公园 可这里依然没有厕纸 只要出生到现在 最快的速度在奔跑 小星 接着小星又来到第三个公园 这一次终于没让自己失望了 小星赶紧来得动感超人跳跃 然后就是在里面疯狂地翻江倒海 可不幸的是 小星准备擦屁屁屁 这么一小块根本就不能用 该怎么办才好 想想这样被美牙发现可就惨了 就在这时动感超人表示该自己派上用场的时候 可小星依旧下不了手 动感超人表示这本就是自己的职责 就在小星不知所措之时 外面传来正男的呼叫声 小星赶忙开门求助 正男四处张望也没有看到卫生纸 于是让小星原地等待 他去拿卫生纸快快就来 正男一路前往刚才小星去过的公共厕所 很显然一无所获 实在没办法只能回家一趟 而这边小星等了老半天也不见正男回来 此时动感超人再次出现 鼓舞小星赶紧用他去擦屁屁 可小星依旧拒绝 他还是相信正男很快就会回来的 话音刚落 正男就带着卫生纸回来了 并告诉小星这可不是普通的卫生纸 小星拿进去一看 居然也是自己舍不得用的动感超人卫生纸 小星质问正男是不是动感超人的钟爱粉 居然拿他来擦屁屁 正男立即反驳到作为动感超人的粉丝 不就更应该使用动感超人卫生纸吗 小星也明白了过来 这就是他和正男两人价值观的不同 可他还是下不了手 于是心意狠辩做了个惊人的决定 随后发出一阵舒爽的尖叫声 小星终于大功告成 那么问题来了 小时候你们有遇到小星这种情况吗 那你们是采取什么措施呢 小星他们变成了鲸鱼 由于园长那恐怖的长相 客人吓跑一批又一批 小星几人则一直在等待有缘人带他们离开 小星希望被漂亮的大姐姐带走 封尖则是希望被了解鲸鱼饲养的人士带走 把单想跟喜欢石头的人 正男希望被有钱的贵妇带回家 住在豪华的鱼缸里成为富贵鲸鱼 不过有钱的贵妇又不会来捞鲸鱼 尼尼希望住在很刺激的夫妻家里 表面上看似恩爱的夫妻 实际上是个玩个的假面夫妻 这样自己就可以暗中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最后就是常住在这里的阿妹 她对主人的要求是身高一米八以上 年收入两千万 此时今天的第一位客人登场 一位有钱人的贵妇带着儿子来捞鲸鱼 正男的机会终于来了 为了被成功捞走 正男使劲来展现自己 结果即将被捞走的那一刻 鱼网居然破掉了 小男孩见状瞬间没了兴趣 于是便起身离开了 正男的豪门梦就此泡汤 接着第二组客人是朴素的母女俩 正男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捞走了 虽然他们不是有钱人 但看起来很善良也是很不错的 此时的阿呆也想要赶紧被带回家 妮妮表示看到阿呆那样流着鼻涕 肯定没有人愿意把她捞走 话音刚落第三位客人就出现了 老爷爷一眼就相中了流着鼻涕的阿呆 表示流着鼻涕的鲸鱼太稀有了 看着老爷爷这么拾火 阿呆也是很开心主动地跟她走了 接着第四位客人出现了 是两名高中小姐姐 不过她俩并不会养鲸鱼 大家一听就吓退了 不过被一番赞美后 封间立马改变了想法 嗨呦 前脚刚走傻瓜情侣就过来了 妮妮则一个人留在原地观察他们 逆气看到妮妮凶狠的眼神立马看中了她 妮妮吓得四处逃窜 可最后还是没能逃脱魔掌 妮妮就这样被强行给带走了 想死的心都有了 最后就剩小欣和阿呆 都以为两人今天是迈不出去 就在这时一对男女走了过来 两人瞬间两眼发亮 我喜欢的帅哥出现了 我喜欢的大姐姐 她们赶紧分头行动 小欣使劲卖萌让娜娜子带她回家 娜娜子刚想动手 结果却被男子抢先一步 小欣见状赶紧拼命逃走 结果男子刚要捞起来之时 阿梅则趁机跳上网 男子一脸不懈直接将其放走 此时的小欣则躲在鱼群里 男子一把将她捞起后 小欣使劲扭着屁屁成功逃脱 接着来到娜娜子面前继续扭着屁股 让她将自己带走 最后主动跳上网 如愿以偿跟娜娜子回去